这是一场把人当成狗来驯养的行为实验 女人在众怒魁魁之下被强行掳走 紧接着被对方迷晕过去 带进了暗无天日的实验基地 四肢被铁链牢牢锁住 不管如何拼命挣扎都是在做无用功 紧接着 女人被带上了狗项圈和铁链 锁在了狗舍里 无论她用多大的力气也无法扯断 项圈也十分地牢固 根本取不下来 女人无助地开始大声呼喊 想知道这个狗舍有没有其他小白鼠在 但没有一个人回应她 女人感到了绝望 到了第二天 工作人员端来一盆狗粮 这便是女人一整天的食物 女人拼命地呼喊 想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她开口 这个人直接让她闭嘴 女人只好问怎么大小便 工作人员向女人身后指了指 这就是上厕所的地方 那岂不是每天都被味道笼罩 等女人再回头时 工作人员已经消失不见 她端起地上的狗粮闻了闻 味道过于独特 这样的食物正常人实在没有办法下咽 可女人不知道的是 狗粮就是她每天唯一的食物 很快到了第三天 工作人员又推来了一盆狗粮 看见女人并没有吃 作为惩罚 连同昨天的狗粮 一并没收 又过了一天 工作人员再次送来了狗粮 饿了四天的女人终于忍不住了 然而这次工作人员将狗粮放到了很远的地方 女人尝试用手去拿 却始终差一点点 脖子上的项圈勒得她喘不过气 但方法总比困难多 女人伸出了她雪白的大长腿 轻松地够到了狗粮 四天没有进食的她 面对狗粮也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可是吃完后 头却开始发晕 直接一头栽倒在地 女人万万没想到 狗粮里居然被偷偷放了迷药 工作人员见状试探对方是不是装的 看女人没有反应 随即把她带进了一间大澡堂 对女人进行冲洗 女人瞬间被冷水浇醒 然而她表现越抗拒 对方的动作更加迅猛 冲洗干净后 女人被带到了外面操场放风 这时 广播里传来了警告声 听话 只准不行 但女人一身反骨 她偏不听 开始自顾自地跑了起来 突然 脖子上的项圈开始收紧 勒着她喘不过气 可她依旧不服气 还是拼尽全力冲到铁网前 没想到上面有高压垫 直接把她垫晕了过去 等到女人再次醒来时 已经回到了狗舍 正当女人烦闷时 狗舍里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女人好奇地伸出头查看 一位帅哥出现在另外一头 终于有个伴了 两人开始相互自我介绍 女人名叫丽莎 男人名叫亚当 两个人都是被绑架到这里来的 这时工作人员又送来了狗粮 丽莎已经习惯这里 开始大口地吃了起来 可亚当却下不去口 还向里面吐了口水 此时工作人员愤怒至极 拿着电棍冲了进来 想惩罚一下亚当 丽莎想要解救亚当 没想到自己先被电晕过去 亚当也没能躲过一顿毒打 等他们两个再醒来时 发现双方净出现在隔壁 两人开始计划如何逃出去 很快便定下了方案 等到工作人员再次来送狗粮食 亚当出气不意趁机将对方扯了过来 一铁盆将对方打晕过去 然后从身上拿到了钥匙 成功打开了束缚的铁链 就当两人要逃出去的时候 丽莎却突然把亚当打晕过去 还把所有的工作人员叫了过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这暗无天日的实验基地里 人类被当成狗来驯养 脖子上带着项圈和铁链 每天只能吃狗粮 不服从还会被电击 他们不甘折磨决定逃跑 制定了计划 成功将工作人员干倒 就在两人准备逃跑时 女人却突然反水 打晕了男人 一位女人正是设计这场实验的负责人 为了得到更真实的数据 丽莎亲自当实验对象 这场实验还有两个助手 一个是丽莎的闺蜜 一个是丽莎的舔狗乔治 实际上 他们抓来了很多人当实验体 亚当只是其中一个 丽莎让闺蜜将自己重新锁了起来 继续完成实验 不明所以的亚当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还被困在这里 CPU都烧了 明明自己已经拿到了钥匙 打开了铁链 可丽莎告诉她 你是狗粮吃多了 产生了幻觉 天真的亚当成功被洗脑 全然不知这里所有的一切 都被眼前的这个女人掌控 这天 两人被带出来放风 来到了铁网面前 亚当用手去触碰 丽莎正准备制止 惊讶地发现这次没有通电 亚当心里再次产生了逃跑的念想 丽莎开始配合她表演 两人顺利翻过了铁网 快速地跑了出去 可还没跑几步 脖子上的项圈立马开始收紧 随即丽莎痛苦地倒在地上 然而亚当并不想放弃 拼尽全力抓住丽莎的手 想带她一起走 但随着项圈越来越近 两人都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后 亚当发现自己被绑在单架上 一旁的工作人员 直接给她打了一针 亚当全身抽搐 痛苦地挣扎 可很快 她再次晕了过去 丽莎也同样被绑住 这让她很意外 明显这不在实验计划之内 工作人员正是乔治 她给丽莎也打了一针 随后她就产生了幻觉 误以为和亚当在探讨人生 然而这些都被闺蜜在监控中看见 她感觉不妙 发现这已经超出了实验的范围 她让乔治放了丽莎 两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乔治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趁着闺蜜不注意 给对方打了一针麻醉剂 天真的闺蜜并不知道实验只是一个幌子 到头来丽莎是想追男神 乔治是想舔狗上位 等到闺蜜再次醒来 脖子上也被套了一个项圈 亚当也被绑在对面 两人以这种方式见面 见到如此情形 闺蜜把实验的内容说了出来 得知真相后的亚当愤怒不已 自己一心想要救出丽莎 没想到却被她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时丽莎在监控看到了这一切 变得狂暴起来 她做这个实验的目的 就是为了和亚当增进感情 好让对方成为自己的男朋友 这下所有的一切被闺蜜说出来 好不容易和亚当建立的感情 现在非但没有增进 反而直接掉到了冰点 她非常的痛恨闺蜜 此时乔治却异常的开心 因为她暗恋丽莎很多年了 一直在用爱感化她 很快 乔治将丽莎推进了另一间狗舍 这里被绑着200个男人 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全是丽莎的前男友 狗舍里绑了200多个前男友 这一切全都是女人的舔狗一手策划的 原来舔狗为了得到女人的爱 可以成功上位 将以前伤害过她的男人全部绑起来 当成狗一样信仰 接着 乔治当着200多个前辈的面 对丽莎丹西下跪 向她表达爱意 可丽莎却把她羞辱了一番 显然她并不喜欢乔治这个舔狗 果然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这下彻底地激怒了乔治 认为这一切都是亚当造成的 自从丽莎遇到了亚当 就完全迷恋上了她 长出了恋爱脑 乔治推着丽莎来到了地下室 闺蜜和亚当都被绑在这里 乔治用两人的性命要挟丽莎 今天必须选出一个人领盒饭 左边是丽莎的塑料闺蜜 右边是丽莎的线男友 丽莎想都没想 直接按下了闺蜜那边的按钮 在恋爱脑的女人眼里 闺蜜哪有男朋友重要 谁知亚当的项圈正在收紧 丽莎见识不妙 疯狂点击按钮想停下来 只见乔治发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 乔治再就预料到了丽莎的选择 提前改了系统 她就是要让亚当死去 此刻的丽莎慌了 对乔治说 只要放了亚当 什么条件都答应 无论想要得到什么都可以 包括她自己都行 可乔治告诉她 我其实已经什么都得到了 原来丽莎的那个梦是真的 因为药物产生幻觉 将乔治当成了亚当 丽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亚当在眼前痛苦地死去 她的内心极度地绝望 可自己却无能为力 没过多久 乔治再次走了进来 拿出另一台平板 让丽莎亲自解决 二百多个前男友 丽莎灵机一动 想到了逃跑的方法 随即按下自己项圈按钮 把平板摔坏 丽莎瞬间面部扭曲 差一点就要去奈何乔找亚当了 乔治连忙拿出钥匙 将丽莎脖子上的项圈打开 还对她做人工呼吸 谁知丽莎咬破了她的嘴唇 趁机打开了铁链 然后一拳将乔治打倒 带着闺蜜快速地逃离现场 两人随即躲进了一间房里 但很快就被乔治追了上来 立马发现了丽莎 将她死死地摁在墙上 眼看就要窒息 此事暗中隐藏的闺蜜出手 成功偷袭乔治 紧接着 两人将乔治绑了起来 脖子上也戴上项圈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丽莎还不够解气 拿起一根两米长的铁棍 走到乔治的身后 进行了残忍的暴行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丽莎趁闺蜜放松警惕 拿起铁棒对准闺蜜的脑袋 送她火速投胎 因为她心里一直记恨着闺蜜 就是闺蜜多嘴 让自己失去了还没到手的男朋友 随后戴上闺蜜的眼镜 换上对方的衣服 点燃了实验基地 潇洒地离去